开始 好 欢迎回到新一集的港马攻略 上星期就跟大家预告过 这个周末日以计夜非常繁忙 星期六、星期日加上海外大赛非常多 所以这个星期的港马攻略 我们就很厉害了 一次过跟大家做八战 就看八战的国际一级赛 首先打头顿就是 星期六日头我们会在澳洲那里看澳洲杯先 澳洲杯的路程和马上就跟年头的 二三年年尾的东宝錦标一样 都是费明顿的移先 所以大家都很熟悉了 应该去近十届冠军先 其实跟香港马珠都有缘分 因为包装是有份那只哈林 两届而已 另外比如说那些获奖无数 卡西卡人那些大家都很熟悉了 联马斯都是跟香港空好有关系 希斯赢过四届 想不到他原来真的赢了这么多 今年当然他的家族阵营 也有一只马王 六本牌在跑的 看看他能不能赢第五届 至于骑士方面 大家都有很多熟悉的面孔 近年就有些新进的 例如麦里奥都赢得到的 离香别井 假结尾都赢过哈林 甚至上年卡西卡人苗康文跑 今年原装配搭 争备免的 卡西卡人上年赢的时候 他也是跑全明星一里赛 再过来跑这场 那根界也不例外 不过他就退了一夹名次 就退了第三 不过我知道 阿河对他 离联这项赛事的机会 都是非常看好的 没错 因为始终我觉得 卡西卡人大家都很熟悉的了 我想最印象深刻就是 那时候赢堂卡士带一里赛 那时候 其实他一直很后继的 还有我挺喜欢这只马 因为他那个大白鼻 是很吸引的这个样子 虽然他已经九岁了 但是其实只要你的能力是够高的话 其实税数就不是问题的 没错 那你譬如说那些反复思量 都是很大年纪 今年都还赢一级赛 虽然刚刚退了亿 所以卡西卡人 其实他还是一个很高的战斗力 这场全明星一里赛 他跑1600 我现在其实觉得 他那个性能很广泛 1600到2000当然都是很OK 甚至他跑2000 其实同场同程都是 跑三次 一个第一一个第二的 包括上年的冠军 这场其实他没断 虽然他追不到 洛官派和真年娇气 但是要留意 真年娇气今年是非常健康 而且他摆头走是越走越厉害的 洛官派就 虽然他这场就有些少人救病 但是其实都是一直很高能力的马 卡西卡人 其实大家留意 没断他是冲得很厉害 但其实有点收着 这样去追贴洛官派 今次 就是叫做 状态非常之好 也是跑回同一条战线上来 用完原装每一达 我挺看好他可以为面成功的 我都觉得这个马下机会不错 因为真年娇气虽然上回来跑2000 但是估计他都不会晚放 因为你晚放对他没什么用 那洛官派排一档其实有点尴尬 因为他都是以千六为主 那他没错 他的确是郭士顿的亚冠 但是郭士顿那场其实是万劈成 但是今次如果真年娇气快放的话 你跟着他后面的 其实对洛官派的可能是很吃力的 加上洛官派其实都已经博了很多 反而卡西卡人什么都不用管 捉在后面爆一段 如果真年娇气放得够快 而万一他真的不够气到2000 可能就是轮到卡西卡人赢了 所以是头三名来的 虽然在当地的赔率都是以真年娇气 和六万大光的赔率是热很多 但是三点马的我自己都是成仙卡西卡人赢了 但是真年娇气 当然今年也是非常踊跃的马 你怎么看他今次这样纳上跑2000 我就有点担心他真的不到2000 因为他1600那段速度 他这样可以利用到 但是你上到2000 气量真的是一个考验 是呀 现在就唯有是看看当天的场地 会不会真的比较利放 因为以前的肺明对马一场就不太利放 但是近年其实已经都叫做改善了 而且他始终其顺性击倒过洛官派不止一次 所以这次再去跑一场2000 如果真的比他头段操控得很漂亮的话 也有机会回来的 所以三大逆满都是在这里先看了 接着来跟大家看的另一只就是爱天仙 爱天仙也都是今年的形状是挺不错的 其实他都跟真年娇气比较过的 比较更加多 虽然他带过玫瑰赶标之后 下一个星期就立刻保重 赢得获掌无数 因为获掌无数大家都知道 那些很高能力的马来的 你可以这样赢得掉的话 其实是一只很厉害的马 今年复出 阿尔禁标1400太短了 他到这场1600 虽然你说赢的对手就不是很强 但是起码看到 其实他根本跑1600也没问题 但是体积的话 可能对于他来说2000就更强 其实他跟卡西卡仁差不多 他对楼河爆了一段 万一真年娇气真的不到2000 除了卡西卡仁之外 也会有机会抑掉这只爱天仙 重点就是看这次爱天仙哪个跑线 施印 大家都见识过 他怎样将标之银河跑得这么极致 没错 所以爱天仙落在他手上其实也是加很多分的 上次布团尾禁标其实已经是他跑 也都赢得很轻松的 他这次其实这场的负明顿2000位 他其实是没输过的 跑两次是赢了的 所以学X军说 既然卡西卡仁又是流霸一段 爱天仙也是霸一段 那你前面真还是揪击 说真的 虽然就怕去不到2000而已 以他最佳的跑法一定是前面射的 如果步速够正常的话 其实也是会抑掉后上马 所以爱天仙也好 卡西卡仁也好 又有职又有人 又有那个场地的优势 那我想这两只后上马 都应该挺稳定的 对了 那说完一堆比较受注目的热门之外 之后就说了一只老黄中 就是前麦尔本杯的冠歌 顺世弹 还没见到 那其实 刚刚在近十届半关 都见到 其实有很多只马来跑完 杨比特錦标之后 也没赢这场的澳洲杯 澳洲杯 那这个顺世弹弹 这场跑1800 其实都明显严短的 那跑第二 压着达金行过中点 达金行就 大家知道近来就因为受了伤了 所以都有一大段时间要休息的了 甚至不知道会不会退役 但是这场的上世弹弹其实 都是有少少 我想全盛时期的七八成左右 差不多 因为大家知道他本身的底其实都挺好的 甚至比如说他满利的金杯 神威锦标 神威锦标那场其实大家都还记得 他是输强人斗士 跑赢获奖无数 没错 如果你说真的拿着这个方法 你跑回这场2000 其实都是很凶的 但是都是那句 始终是老马 八岁 卡西卡人是九岁 这些是八岁 但是信誓旦旦始终 他的表现就比较挑剥 他没有卡西卡人那么稳定 而且真的断场计 所以信誓旦旦旦继续用逸威廉 至少近五场都是用同一个配搭 人马起码合拍 也跑这个路程 虽然没赢过 费明顿的2000米 但是也有两次上名 只要这次你说真的比较合冲一点 还有不要说有什么困失的话 那这些老黄中都可以追得一直的 而且他去年其实跑了等格 但今年就选择了跑这场澳洲 相信都有些道理 还有像阿韩所说的 至少神威禁标那场的迹输给强人斗士 放在这里都是属于硬正的 那其实他上年跑了等格子 那他都是输给那些山奸善女 那些都是过几码的 正如这一晚还没退完 所以我认为冷碗这只都可以留意的 其实我们也和大家看了三条片 那也有个数据带给大家看下 就是有没有啟示的 就是近十届这个澳洲杯的档位数据是怎样的 为什么要做这个数据呢 虽然今场就只有九只码 那就是变成你后面的大外档就没什么参考了 最主要我们看一至三档 是的 其实因为澳洲杯不是 界界都有十几只码跑 有时都是小码场合 但是一至三档的成绩真的很差 甚至三档是近十届没有上我的名字 所以都挺恐怖 那今届一至三档里面 其中一只就是乐观派一档 那其实我们都有一些担心 一来就是如果他跟着真年娇气跑 会不会跟着有些吃力呢 二来他真的都跑得很多 没错 还有赛前其实应该说上场之后 都大家知道有很多新闻 没错 就是为己力的跑法 那今场当然不怀疑他的斗志 也都不怀疑他的能力 但是就像S军说了 有机会博多了 还有老实说2000我就觉得 其实不是他最正宗的路程 所以也有点担心 甚至其实也有一只马 可以简单和大家讲一下 就是那只9号马零基一道 其实他本身在纽西兰那里跑 也都个战绩是挺不错的 跑了14次 其实只有两次是不在头三的 但是这一场为什么 我们都最后没有选到他呢 除了排二档之外 还有他上场纽西兰的Mail 虽然是他是一级赛来的 他跑第二的 但是他是追逐一条直路都追不到 而他赢的第三个只是成长高手 赢家大家都记得了 我们刚刚跟大家看 那一场其实他也是赢不到的 如果你透过职路来说 其实真的差一点 除非你说真的 他过来很选这个马场的 因为他还没跑过的 很选择的 明顿跑得好 始终有能力 但是相对其他澳洲马来说 就比较顺利一些 而且始终过来纽西兰的 过来澳洲 但是射底不是那么多的重心 想想想当年的船率美人 过来澳洲 都是差一点 是的 你说他的积累对比船率美人 他也没有船率美人 在纽西兰的那种同志力之下 没错 所以过来澳洲 对这一组对手 我觉得是有点射底的 没错了 所以这一届的澳洲杯 虽然出卖不太多 只有9匹 但是其实阵容也挺好看 因为也有很多一级赛冠军 其实实力是非常强的 但是形势有点微妙 因为有些怕他不够长力 有些真的不知道会不会有那么多棵 所以大家打起来的时候 都可以留意那些数据 第一节跟大家谈谈澳洲杯 第二节就会跟大家谈 另一场澳洲的大赛 就是那场邓格键2400米 那场运战的感觉 甚至声味就好像没有澳洲杯那样明显 所以可能都是一场混战 没错 稍后回来跟大家谈谈这场邓格键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朋友 就快点去追踪我们的Facebook和IG 之后再叫你的朋友 一起去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按下旁边的小钟 那就不怕错过我们每一集的最新资讯 记得啦